大家好,欢迎收看澳门快拍,我是Winny 那在市里呢,我将为你介绍这个星期澳门大大小小的文化以及娱乐资讯 复活节将至,我们马上到澳门银河的冬艺广场瞧一瞧,感受缤纷的节日气氛 在3月31日到4月8日,澳门银河的冬艺广场将会变身成为复活蛋乐园 展出多只以不同亚洲城市为主题的巨型复活蛋 除此之外,广场上更会提供多款节日食品、创意巧克力以及一连串的精彩游戏 香港名人肥妈也将于3月31日现身乐园,与大家一同狂欢 由4月4日到13日,被遇清豪风的电影楼将请到世界级名厨花卉生主领知名精灵美专 届时必将淮阳菜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,让你大饱口福 今天的Diretors Club就要为大家推荐一部好莱坞3D动作电影《狂神魔战》 《狂神魔战》讲述了宙斯的儿子伯修斯,无法袖手旁观天魔势力的壮大 于是他争招众神联手宣战,到人间拯救宙斯,重建人间 此片是横扫无意票房《人神魔战》的续集,相信定能再创佳继 香港小交响乐团将于4月7日及8日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迪士尼音乐之旅 在这个多媒体音乐会中,观众除了可以听到耳熟能详的经典迪士尼电影音乐外 还可以在剧院的大屏幕上看到珍贵的迪士尼电影片段 这个星期的Earth Corner就要带大家去欣赏一下年轻艺术家郑展鹏的多元创作 由3月23日到4月14日,《创意空间会》举行英雄郑展鹏个人绘画作品展 展出本地年轻艺术家郑展鹏以英雄为创作概念作品 另外在4月21号,香港歌手斯永康还会来澳门举办给那谁演唱会 歌迷朋友们不要错过咯 好了,这里就是《澳门快拍》 下个星期会继续为你更新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澳门的资讯 就登陆我们kio.com咯,拜拜